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 论语当中的新的一章了 我们的论语已经接近尾声了 而今天这一篇讲的是这个 微子篇 讲的是第18篇 微子篇 为什么叫微子 原因也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 就是论语是以这个 他每一篇的开头的内容 来命名的 对吧 你像这个第18篇呢 一开头就提到了微子 所以叫做微子篇 那首先呢 先说一下这个微子是一个什么人 微子呢 指的是商咒王的树兄 微子篇 这个人是 叫微子篇 他是谁呢 他是商咒王的树兄 我在这里面需要解释一些 很重要的词汇 首先是这个 树是什么意思 证明他不是正妻的孩子 对吧 就是是树初 如果是正妻的孩子 叫狄初 如果不是正妻的孩子呢 叫树初 那这个微子篇呢 他的妈妈不是上一代的 这个老商王的正妻 但是呢 这个微子篇的年龄 比后来的商咒王 比这个地心年龄要大 所以他的身份就是后来的这个商咒王的树兄 然后微子篇在周朝的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为什么说他很特殊呢 因为这个当年武王伐咒的时候实际上是得到了微子篇的帮助 相当于说 周王的树兄回过头来帮着这个周武王把这个自己的弟弟给干掉 所以这个微子篇也成为了在商朝灭亡之后 所有后来的这个商代王族 他这样的一个代表 也就是说后来的有一个国家 其实就是从微子篇这边出来的 甚至微子篇这边呢 可以说是孔子的祖先 孔子的祖先可以追追追 追到这个微子这支上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国家就是宋国 这个国家就是宋国对吧 后来为了便利统治 就把这个商朝的移民封在了宋国这个地方 成立了这个诸侯国叫宋 那宋国的国君就是微子启 所以微子启呢 可以说是一个离开商咒王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18.1一上来就提到了微子去之 那你就知道这个之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咒王 对不对 商咒王 说他的哥哥微子 离他而去 后边还有两个人 一个人叫姬子 一个人叫笔干 笔干大家是非常熟悉的 尤其是大家这个以前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 对吧 风神榜 在这个风神榜里边讲到了这个笔干 笔干铺心 笔干挖心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当然到后来呢 笔干也成为了著名的 说非常聪明的这样的一个人 比如说《红楼梦》当中 形容林黛玉的时候 就说对吧 说这个病如西子 但是同时呢 说心比笔干的窍还要多 说笔干是一个聪明人 但是呢 在这个比如说风神榜这样的神话故事当中 他是被伤咒王这个搞得偷心而死 实际上就是在历史上 真正的死因是什么 死因就是贱 这个贱就是劝贱 也就是说伤王不听笔干的劝贱 然后就把笔干给处死了 那姬子的特点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去劝这个伤咒王 但是咒王不听 只不过呢 没有把这个姬子杀掉 而是把他贬为了这个奴隶 降为了奴隶 对吧 然后这个姬子一看劝不动 他就开始装疯卖傻 最后就被变为奴隶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三个人 在面对一个残暴的伤咒王的时候 他们的选择其实是不一样的 威子的选择是弃他而去 对吧 弃暗投明 这是威子 姬子是劝一劝 但是发现不行不行就算了 劝不动就算了 然后就装疯卖傻 最后成为 就是感觉成了一个 地位很低下的奴隶 苟延残喘 是这样 笔干呢 就是一直抢劫 不听的话 就用付出自己的生命 去劝谨 尽自己的忠 这是笔干 那孔子 对这三个人的评价是什么 孔子曰 因有三人焉 这句话很明显 就是针对上面 这个威子姬子和笔干 这三个人去说的 他的评价说 商朝有三位 人人之士 那三位呢 就是威子 姬子和笔干 也就是说 孔子认为 虽然他们的做法 具体做法不一样 但是 他们其实都已经 尽了自己的 这个 该做的 这个符合人的 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认为 这都是人的 不同的表现 那读完这句之后 你就知道 在孔子的心目当中 一个仁者 不一定非得是 只有一种做法 才教人 对不对 比如说 威子去之 离开这个残暴的 商周王 转而去 辅助 更加仁德的 周文王 周武王 那算不算是人呢 他觉得也是人 姬子呢 劝 但是发现劝不了 然后 自己心里面很清楚 已经做不成了 然后就开始 装疯卖傻 最后 这个降身为奴 这算不算人呢 这也算是一种人 还有呢 就是笔竿这种 笔竿这种是 一直到死 用自己的生命 去实践 但是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也是留下了 可口可泣的故事 这个算不算人呢 这个也叫人 所以在孔子这里 这三种都叫人 叫 因有三人言 所以你读到这里 你就发现呢 孔子其实在 评价很多人 很多事的时候 他不太会用 表面上的东西 去评价 往往是 孔子会看这个事的本质 对吧 就是 威子去之 到底是冲着什么去的 大家要明白 如果威子 背弃商周王 投靠周武王 冲着名利去的 那肯定就不叫人 但如果他是 冲着天下苍生去的 那就叫人 对吧 鸡子笔竿也是如此 所以 是不是人 关键不在于 这个行为本身 而在于 你这个做 你这个做法 他的背后的动机 很重要 这是18.1 讲到了 因有三人